军人退役后,有此件物品可以带走,最后一件免费,却无人愿意让,相信制药一体的军人。 大家想到的都是他们铁骨真正的形象,以及他们艰苦训练的精神,军人为了国家和人民驻守边疆,正在保护人民的第一线,毫不退缩。 而随着每一年的征兵季节的到来,军营里都会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,相聚在一起,从一开始的互不相识,到后来的同生共死。 只这样的感情就是战友情,虽然如今处于和平年代,并没有太多的战争发生,但是军人之间的战友情意,还是确实存在的。 而每一年都会有新兵入伍,那么自然也会有一批老兵退伍,而军人在退役离开军营的时候,是可以带走五件物品留作纪念的,而且最后一件免费,却没有人愿意要。 第一件,军装,我们都知道,军装是人们当过军人的标志,这个很多人都会带走的。 在穿上军装的时候,军人就是对于他们的荣誉,而保卫国家就是他们的使命,因此穿上军装的他们是自豪的。 所以每一位军人,在退伍后,都会把军装一生收藏起来。 穿上军装就是他们使命的开始,他们为了人民的安稳而奋斗,军装是就是他们的荣耀象征。 第二件,水壶,水壶是军人们训练时必不可少的东西,虽然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用品,但水壶却是他们每天都会接触到。 回忆也是最特别的一个,有着非常大纪念价值,每次他们训练完之后,都会拿起水壶,大喝一口水,缓解他们的辛劳。 而军人每天的训练都是特别艰苦的,他们要付出的努力,也比一般人要多得多。 第三件,黄脸盆,在每一位士兵,刚刚进入职营的时候,都会发一个黄色的脸盆,应该是拿筒做的。 外表特别结实,黄脸盆是军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品,平常洗漱之类的都会用到,也是很值得怀念的。 第四件,退伍证明书,前三件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,而最后一件物品,就是士兵退伍的证明书。 只要领了这个证明书,就意味着你的军人生要到期了。 虽然这件东西是免费的,而且还是必须要带走的,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拿,因为很多人对部队都是存在感情的,都非常得不舍。 自然在退伍的时候,都不愿意去领这个证明书,因为只要一大领了,就代表着你这个部队再无关系了。 军人两个字是非常神圣且伟大的,他们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有保障,可以安稳的生活。 他们在背后付出了无数努力,却从不炫耀,而为了人民的家,自己却经常回不了家。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,在这里向所有的军人们质疑最真挚的敬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